这个女人将死者残忍地杀害 可面对警察的讯问时 她却露出一副很开心的表情 涉事坐落在纽约市里最大的水族馆 馆内有上万种稀有的海洋生物 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这只石斑鱼 因为它的嘴里吐出了一具破碎的头骨 很快老布和古姐便来到了水族馆调查取证 并在水下发现了整个石骸 尸骨被打包带回实验室 古姐对尸骨进行一番检查后发现 死者眼窝位置有着大量的刺伤 以及脊椎处的手术痕迹 另外豪金也在尸骨中 化验出残留的脑珊瑚成分 这是一种能够快速生长的珊瑚 只需一个晚上 它便可以长得非常高 而豪金根据反复计算后发现 珊瑚在前天夜里凌晨 至早上六点生长完毕 而死者就在这个时间段内被残忍杀害 水中的暗流将尸骨的颜色冲刷成奶白色 看起来就像丝滑的白巧克力 得知了死者死亡的时间点后 老布则迅速地展开调查 在这段时间内出入过水族馆的各色人员 这个大放厥词的男人 头天还在演讲台上指点江山 第二天就变成了鱼石 真是世事无常 大肠包小肠 老布经过排查后发现 一个叫阿伟的男人已经失踪了三天 而他在失踪之前的前一晚就去过水族馆 这难道是巧合吗 经验丰富的老布经过排查后发现 这个失踪的阿伟 正是水族馆里的那块大白巧克力 男性年龄35周岁 是一位海洋学家 生前的他甚至还表示 大海包治百病 虽然听起来扯淡 但古姐翻看他的意料记录后发现 在1993年 他曾遭受严重车祸 全身瘫痪 但后来去了趟海边就好了 具体原因不明 细心的老布却在他的演讲视频里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男人 视频里的男人用着愿赌的目光 死顶着阿伟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老布很快找到了这名男人 男人表示自己是阿伟的助理 但阿伟经常拖欠男人的工资 原来阿伟早已痛改前非 不仅给他补发了一大笔工资 甚至还带着他去马尔代夫度假 所以他没有理由杀害自己的金主 案情到这里 线索已经中断 老布只能寄希望于古姐 在化验中找出蛛丝马迹 你敢相信吗 一个去过海边的人 居然治好了瘫痪 难道真的是大海治愈了他吗 豪金在阿伟的脊椎处 发现了蓝沙卵的残留 但奇怪的是 水族管里根本没有蓝沙这一品种 古姐在得知这项发现后 立刻敲出了端倪 原来他是做了蓝沙卵再生手术 这种手术价格昂贵 但可以通过卵子再生 修复运动神经 这也是阿伟为何能够重新站起来的原因 所以这个阿伟所鼓吹的 大海包制百病理论 无非是他掐烂钱的手段而已 另外 豪金也在眼窝处发现了一种毒素 看起来 这很有可能是凶手用针扎进眼窝 并注射进身体里 导致阿伟毒发身亡 而水族馆里就有各种的针管 老布和古姐来到了水族馆 但经过一番排查后发现 水族馆里的针头口径 和阿伟眼窝处的伤口并不吻合 这让两人大失所望 而就在这时 豪金检测出了毒素的成分 是来自狮子鱼上的尖刺 确定了杀人凶器 再结合尸体上所发现的珊瑚碎片 古姐立刻模拟出了罪犯的心胸过程 案发当时 凶手薅住了阿伟的头发 用力向珊瑚撞去 而碰巧 石子鱼在紫禁果受到了惊吓 并涌起尖刺 刺伤了阿伟的眼窝 最后罪犯将阿伟丢进了水族箱 完成作案 于是老布重新排查了 在案发时间出现在水族馆的人员后 锁定了一个小学老师 他当天夜里带着学生们来参观水族馆 由于水族馆是24小时开放 当天夜里 他便与学生们在儿童体验区里休息 最重要的是 他曾经多次参加过阿伟的演讲会 而老师也在老布的讯问下 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案发页里 老师预约了阿伟在水族馆进行治疗 因为他患有一种恐惧珊瑚的病症 于是阿伟带他来到水族箱的顶端 让他直面珊瑚 正是恐惧 这时老师才意识到 这个阿伟所谓的治疗都是骗人的 想到自己为他的治疗花了那么多钱 都打了水漂 于是他一怒之下杀害了阿伟 但他却丝毫没有愧疚 反而还很开心 因为他在将阿伟的头撞向珊瑚的那一刻 便再也不害怕珊瑚了 这可真是丧心病狂的人呢 最后女人被当场逮捕 案件致辞真相大白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剧情 请持续关注我 解锁更多悬案